下面我们来介绍单个页面的具体操作 这是主页 主页上的A键可以一键控制A组喷枪的开关 B键可以一键控制B组喷枪的开关 右下角的位置可以一键控制所有喷枪的开与关 点击此项 我们可以单个设置每一把喷枪的参数 比如我说我设置第一把喷枪 把电压改成90 设置完之后此处输入第一把喷枪的序号 然后上传数据 这两个图标可以一键控制一号枪的开关 开枪 关枪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喷图的不同弓箭去设定不同的程序 此处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储存20个程序 此处可以翻页 比如第一个程序我们设定的电压是90 我们设定完成序之后 我们想要让喷枪执行我们的程序 进入这一菜单 如果你想让喷枪成功执行我的一号程序 此处输入1 点击上传数据 这样A组喷枪就成功执行了我们的一号程序 A组喷枪与B组喷枪的操作一致 上传数据 那B组喷枪现在也执行一号程序 此项是用来控制网复机 我们来看一下网复机的参数设置 此处显示的是喷枪的实时位置 这是网复机形成运行的上支点 这是网复机形成运行的下支点 这是显示的网复机的运行速度 这个是显示网复机的程序 此处可以存储网复机的程序 这是网复机的运行键 这是网复机的停止键 设置完所有的细节后 让我们单独介绍一下这个设置 这是我们一个额外的控制系统页面 客户不会经常用到 当客户想要调节控制器的编号时 此处选择控制器的编号 点击离线按钮 在控制器设置完编号后 点击再线按钮 也可以选择所有的喷枪离线或者再线 此处介绍不经常用到 不经常用到 不经常用到